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2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 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 今天是星期一,挺忙的 但是呢,我妻子跟那个 相当于我们的员工在店里忙的过程中 因为我不认识韩语 所以有些活我干不了 只能躲在车里边 跟大家继续录视频 跟大家聊天 今天想继续跟大家讲 我在韩国的悲惨的打工经历 这是第三期了 前两期,特别是第二期讲完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 我父亲就有事找我 就开车门了 我们就暂停了一下 之前讲到的 还是我第一个来打的这个工 就是我妻子的那个教授的工厂 化肥和农药的工厂 在这儿干了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韩国人干活 真的是特别仔细 特别认真 还特别卖力气 一个特点就是韩国人干活 它是不停的 就是中间没有休息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中国人干活 中间会比较有休息的时间 比如说你抽根烟 或者是 就是放松 十分钟 坐一会儿 蹲一会儿 甚至说就是打工的 力气活的那些人 特别是抽烟的吧 我在这儿就听 韩国的一些朋友说 为什么抽烟 就是后学的 为什么学抽烟 就是因为你不抽烟的话 人家休息的话 你是没有时间休息的 因为你没有理由 就是 比如说队长 我们那个队长 叫韩国语 叫牙子 就是带着打工的工头 人家要是休息的话 就叫大家去抽根烟 五分钟 十分钟 但是你不抽烟 你不会抽烟 你就没有理由 你可能就要继续干活 所以在这儿的 中国人就很多要抽烟 所以卖烟的行业 也特别有意思 也特别火爆 特别是中国香烟 韩国烟很贵 就是从朴槿惠上台之后 韩国烟涨了一倍的价格 从2000多韩币 就12块钱左右 涨到4000多韩币 24块钱左右 税是大幅的增加 就是为了烟民能够减少 确实烟民也减少了很多 继续说到这个打工的问题 韩国人干活特别特别努力 特别特别干净 力整 我是在中国 没有太干过体力活的人 基本上没有干过 任何的体力活 就是上学上学 然后就是做电台的播音员 然后就去公安厅工作 没有做过任何任何的体力活 所以没有相关的经验 干活也不太力整 劲儿也不是特别大 爆发力还可以 但是耐力特别差 所以我觉得我是被周围的工作人员 瞧不起的一种 特别是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是负责分装小袋 化肥的农药的小袋 就是由农药化肥的原料来了之后 它是一个大车 大车上面有大袋子 那大袋子可能有几吨 由插车掉下来之后 插车掉的时候 那个东西太沉了 我们还要站在那个插车上 做那个配重 因为东西太沉 它就超过那个重量了 超过重量 它东西会被那个插车的那个插子 给它压倒 我们就要后面站几个人 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做那个配重 站在那个插车的后面 这样它就不会倒 然后我就想 以前网上有那个视频 插车要是倒了 我们可能就压死了 就出意外了 但是当时也就不那么怕 还干一个活 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大车上 很大很大 很高的很高的一个大车 然后会把那个就是来货的 那个农药化肥的那个袋子 把它的两头都放在那个插车的头上 然后插车才能把它掉下来 也挺危险的 因为上的比较高 但是还可以吧 不是特别危险 然后平常我们干的活就是分装农药和化肥 我就负责在那个机器上 把它摁住了 摁平了 然后那个机器走过去 它是热敏的那种的一加热 然后它这个风口就封上了 东西很简单 但是时间长了 手就会挺累挺疼的 因为总是重复一个动作 大概是五公斤十公斤吧 每一袋这个东西 五公斤十公斤 总拿的话也会比较累 更累的活就是来了大货的时候 我们要分装那个十公斤 二十公斤的那个农药化肥 它来了之后 我们就要摆堆啊 最最沉的应该是五十公斤吧 就是一百斤的 还有四十公斤的 你分装了很多之后 你要摆那个堆 那个堆就是几十袋 上百袋或者几百袋 你都要摆上堆之后呢 它是一个不停的卸 就像卸大米似的 或者装大米似的 摆得特别齐 摆齐了之后呢 就要把它捆上 捆上就是拿那个透明的塑料 那薄膜嘛 一圈一圈一圈缠上缠上之后 它就插车就给插走了 所以摆这个堆的时候比较累 有的时候就是 一堆可能是几十袋一百袋 或者是五堆十堆一起的那种的 都要我们一口气要做完 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就是相当于你一直摆 一百斤的那种大米 一直搬一直搬 一直搬 就是没有停的时候 一直搬到这个活完事 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累 比较考验体力和耐力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多少 大耳音寒运我也听不懂 有的时候晚上累的呢 就是手啊 以前我手非常细嫩 因为没干过体力活嘛 那个时候就累出茧子了 累出茧子了之后 茧子刚开始是血泡嘛 然后血泡破了之后 就变成茧子 就越来越厚实了 我才记得我妻子当时 那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一周回去一次 然后晚上睡觉 手上全是茧子嘛 还有血泡什么的 我妻子就摸着我那个 就是手上的血泡就哭了 她觉得还确实挺辛苦的嘛 挺心疼的 当时她这一哭 我感觉我这个肩膀 潮乎乎的凉乎乎的 我就醒了 一看她在那哭呢 还觉得特别辛苦 我就很感动了 但当时确实也很累 每天晚上都想 视频的时候 都想跟我妈视频 因为以前过的生活 就是在中国 在公安厅上班 然后在电台读个稿子 读的这个字多一点 就觉得挺累的了 没想到这回来 干这个体力活 以为发达国家的体力活 挺轻松的 人性化的 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我觉得说不定 比中国的体力活还累 因为她没休息 人家抽烟 我也不会抽烟 然后中间一课都不停 我就视频的时候 就想跟我妈哭 我就就是眼泪都在眼眶打转 那种 总有一个冲动能哭出来 因为转的还少 然后就是干的还特别多 还没休息 没白天没黑夜了 一天见不着太阳 因为早晨起来是7点左右起床 起床了之后呢 管不管饭 不管饭 不管饭 早晨7点多起床 我什么时候起床 那就是他们来了上班 我就得起床 因为我睡的那个地方 不是正常的屋子 是员工休息室 他们的这个衣服啊 什么的都要都放在那 都放在这个屋里边 他们就在那换工作服 换鞋 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放进去 然后再吃点什么 喝咖啡啦 吃点苹果派 就这种东西 高热量的一些零食 然后就开始上班了 那他们来了 我肯定就得上班了 正常定的还是8点 8点半上班 但是他们来的早 7点左右可能就来了 那我6点半就得起来 我得提前把他们的衣服 给他归位了 因为我本人衣服藏起来了 放棍里了 我得给人拿出来 要不他太熏我了 那个农药味道太重 所以起的特别早 那时候还爱熬夜 晚上熬夜 玩个电脑 不是电脑游戏 手机游戏啦 或者是上上网页啦 可能就两三点钟了 睡眠也不足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握几下这个手 就觉得看手有没有劲 要是手有劲的话呢 不麻 就是第二天缓回来没问题 要是手比较麻 握不紧拳头的话 就累得有点严重了 握不紧拳头 第二天就很危险 因为第二天你醒了的时候 你再握一下手 你就觉得还是挺累 还是挺麻 使不上劲的话 那这一天你就可能 坚持不下来 你就得祷告 今天的活千万不要有这个摆堆 或者卸堆的这个活 卸车了之后 卸那种50公斤的那种 那种袋子 很多的那种活 要是有的话 可能就干不动 干不动也没办法 你只能坚持 然后呢 韩国人干活特别细在哪呢 他一丝不苟的 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你 中国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 小时候老师在面前 在班级的时候一个样 老师不在的时候另一个样 他得有人看着 中国人有人看着 韩国人干活靠自觉 就是有没有人看着 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这活得干好 得干细 得干到符合标准 得干净力整 我就是不干净力整 我就是顾头不顾尔的 那种感觉 也不太会干 又慢又不好 人家韩国人干的 就是真是又快又好 眼睛里也特别有活 也特别干净力整 我眼看着韩国人 就是装那个农药化肥的时候 一小颗粒一小颗粒的 那个化肥好像是吧 然后他们规定是 这东西掉地下了 就不能要了 地上也是很干净的 也没有任何的杂质 但是掉地上了 就不能要了 然后他们在戳这个堆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掉下去 一小撮就很少的 然后我就会 就是扫地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扫起来 其实很干净的 刚掉上去 什么都不会粘 我就有的时候觉得 这一堆反正我扔了 还可惜 我就给它放回去吧 没关系嘛 没有任何人看见 而且它也不脏 确实不脏 那农药化肥也不是 进嘴的东西对吧 但是韩国人不行 我表示了 就是可以往回放回去的 对吧 他们就觉得不行 没有任何人看见 也不行 不脏也不行 就是规定 就是这么个规定 掉了之后 碰到地了 就得扔掉 虽然你扔掉很费劲 或者怎么样 但是也要扔掉 他们有自己内心坚守的 这样一个规矩 这个是让我刮目相看的 我觉得 哎呀 中国人讲究就是 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韩国人不行 他不是差不多就行了 他哪怕是 我是一个打工的 我是最基础的一个 体力活的 我也要有心理的一个坚守 这是我感触非常深的 再就是韩国人干活非常快 他们脑袋想的 和手里干的是同时进行的 我是做不到的 我得是就是头脑里计划一下 然后手里再看 这东西怎么干 我先想 想好了之后 我再干 干活肯定 那就比人家慢吧 人家反应特别快的情况下 他是一边干一边想 他们挣的比我多很多 估计将近三百万吧 那一万八人民币吧 我们这场子一共就三个人 两韩国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大叔 一个小伙 再就是我 我可能是最小的 也说不定 但是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只能冲我比划 然后我干的也是最基础的活 我挣才一百四十万 一百四十万是六千块钱 八千四百块钱人民币吧 当时我算 还是比以前在公安厅上班挣的多 但是应该就没有我公安厅上班的钱 加上我开婚庆和摄影的钱挣的多了 但是我总是安慰自己 还是比在中国上班的大部分的人挣的多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一年一二年的时候 中国的工资肯定还比现在要低一大块了 所以我还是有一定的自我安慰的 但是累是确实累 想跟我妈哭也确实想哭 然后 韩国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吃饭他们吃的特别少 他们也不怎么吃肉 吃菜吃的比较多 吃那个泡菜吃的特别多 吃那个海苔 一片一片的海苔 韩国海苔特别好 拿那个海苔包着一小撮饭 拿筷子夹点饭 就吃那个东西 我们中餐 中午饭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自助的 两个工厂都是他们教授开的 我妻子教授开的 这个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中午饭 晚饭 而且是自助 而且不要钱 我们会走到另一个工厂 另一个工厂有专门的食堂 食堂有专门的大妈做饭 然后就是自助的一种形式 你拿个盘子 然后一道菜 两道菜 三道菜 你随便夹 每天的饭不一样 不好的时候 就是那种辣猪肉 这就是我最不好吃 最不好吃的 辣的一点都不香 然后猪肉还带肥的 难以下咽 我就吃不下去 然后好的时候呢 是那种猪排骨的那种 有点像红烧的 还是酱的那种排骨 哎呀非常好吃 还有牛排骨带骨头 中间带骨头棒了 牛排骨也特别好吃 应该造价都非常贵 它对我们吃的还是非常用心的 非常用心的 然后它无限量 我发现整个食堂 好几十人 就我一个人中国人 而且就我吃的最多 最不要脸 我干活最少 干活又笨 干活又慢 而且吃的最多 我吃的饭也多 菜好几样拿一堆 有的时候吃不了了 还往回到 很不要脸 浪费食物 韩国人就是干活特别重的 像跟我一起那大叔 他们干活肯定比我多很多 他挣的也多 但是吃的非常少 菜就几乎不拿 拿点咸菜 拿点海苔 再就是一小撮饭 就拿那个海苔包饭 就完事了 别的就是菜 我们认为正经的 这个菜几乎是不吃的 我们韩语老师 就是教会的韩语老师 他也教过我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韩国人吃饭 那真叫吃饭 中国人吃饭 其实吃的是菜 中国人几个人去吃饭 其实点的更多的是菜 菜很多 饭吃不吃都无所谓的 可能主食都不点了 就一桌子菜 很多很多菜 韩国人吃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中国人 比如说四个人 那吃个几个菜 六个菜 八个菜是很正常的 或者是最少得四个菜 凉菜热菜汤 什么鱼 什么可能都得点上 韩国人不 韩国人可能就是十几个小菜 小碟 这么大小碟 或者是五六个小碟 然后再点一道菜 就中国人吃的一个菜 就四个人就分了 就挺好的 但是饭可能是得吃的 就是说韩国人 韩国老师跟我讲的 韩国人吃饭 那真叫吃饭 就是以饭为主 菜不菜的都无所谓 我主要吃的是这碗饭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是以菜为主 饭有的时候 我不吃都无所谓 无所谓的 所以它这个两个文化也不一样 也在就是韩国的这个食材特别贵 它可能以前我想是 它是吃不起 是这个感觉 然后就是中饭吃的特别好 这也是一个我的安慰吧 虽然是不挣太多的钱 然后我也发现韩国人 他胖的人非常少 比中国人少多了 韩国人有啤酒肚子 特别少 中年的人他也很少有大肚子 在中国人几乎是人手一个大肚子 包括我 就是有孩子之后 中年之后人手一个大肚子 不大肚子都是意外 觉得他有重大疾病那种 但韩国人确实他瘦 不管男的女的他都瘦 为什么真的是吃的少 这也侧面说明一个问题 人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不需要吃那么多的东西 吃那么多东西都长成肥肉了 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不影响他干活 他干活非常多 干活非常有力气 他还吃的那么少 说明他需要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好 这一期就说这么多 这是那个我说韩国打工备惨生涯的第三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